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大概在北京时间九点钟啊 晚成九点左右的时候 我在推特上首先看到的这个说法就是结束了 在推特上的推文呢 是邓玉文先生 是国内独立学者 在最近的时间里面蛮活跃的 因为他在不同的媒体中 我看都有接受采访 而且他大篇幅的在讲他的观点看法 他是一个政治学者 那所以当时我是先在推特上看到 他当时写了一句话 七中全会公报已经出来 我认为这就是几天后十九大政治报告的缩板 七中全会公报五个看点 颂扬了习近平 肯定了王岐山 开除了孙政才 强调了政治规矩和政治忠诚 第五个四个伟大 伟大斗争 伟大工程 伟大任务 伟大梦想 几乎可以肯定 习近平思想 习近平思想正式的叫法会是习近平的四个伟大思想 这是他 这是我最早看到的一个故事 那今天其实我也在等公报 公报太长 我也从来没有读过中共的什么这种公报了 都是等着其他人的节目出来之后 看看节选的内容 因为正好今天应在星期六 那可想而知大家其实西方媒体很多都休假 那应在星期六也 我以为也是他们习近平他们故意安排的 因为星期六开完会 那相信星期日到星期二这三天 我 我想不出来这两千多名代表会再回到家 也可能能回到家 不知道了 那按照他的会前呢 我们看到的氛围呢 这一段应该是他们 这一段应该是他们休息的时候 在准备十九大 那我不相信 那很难说习近平他们休息了 但是有些人会喘口气的 喘口气给大家留些时间去猜测十九大最终的结果 不知道 不知道会怎么样 那今天在北美这边呢 就是一直阴雨 从夜里一直下到现在 我也跟大家讲过 就是天气变化非常的大 大概到星期一 恐怕可能我们就在外面拍不了了 星期一据说他 温度一下降到大概四五度 白天的最高温度才达到七八度 那就 那就扛不住了 那其实这些东西 就在十套news中 我有时候有那么一天两天 特别像这种时候 有时候不想拍十套news 大家放假 那很多朋友说 陶哥 你得拍news 喜欢看news news呢 叙叙叨叨 对不对 那叙叙叨叨 想到哪 说到哪 那确实有着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着一种 就是一种生命 一种大家内在的生命真实的一种一种说法 很多话翻来覆去说了很多遍 那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环境在说这样的话 在加州大火 在今天同时间我看加州大火 他说死了 确认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三十四个人 那同样在 而看到的照片都是 我原来以为他是一个 在一些有钱的人住在山里 住在山坡上 山里面这样的地方的人 一些人死去了 后来看不是 他是整个社区被烧毁了 因为这边盖房子 有时候他就是这么一片 有这么摆出来个房子 这么一片有摆出来个房子 他是这么盖的 那整个社区烧毁了 那个概念就完全不同了 有的是借助了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这头烧毁了 那头没有烧 没有着 高速公路就变成了隔火带了 森林大火在 他救不了 往往去挖隔火带 当年在大西安岭大火的时候 飞翔的一把火 冬天里的一把火 唱完之后 大西安里黑龙江就烧了大火了 那个烧了大火 后来费翔 我据说费翔再也没看唱冬天里的一把火 这是令人很难很难解释的 费翔好像好像是那个歌当时唱的非常的火爆 我印象中是在中共的春晚上 但后来在大气公司这本书 柯云露的大气公司这本书里面 那他同时写过《新兴》写的是习近平 我不知道现在国内还有没有啊 那是当年最早 应该是最早的人物写的 写习近平的 《新兴》拍了八集电视连续剧 后来柯云露呢 在很长时间转向到这些特异功能和大气公司 气公这些探讨 我看现在可能他也没了 也吓回去了 因为没再看到他太多作品 我只是早期的时候看过他大气公司 大气公司里面他就讲了当时《黑龙江大火》 这个《大新兴》大火的时候 在中国社科院做过一个试验 当时一个全国非常有名的气公司 在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所 应该是可能是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所 他做大搬运 他在这边 我不知道应该人家怎么称呼 反正他就在这边用他的功能 就在高能物理研究所 然后远在千里之外的大西安岭上空的火区地方下雨 这是他当时做的实验 就在柯云露这本书里写的 那在后来我我个人以为应在柯云露的身上去写习近平 跟习近平在正定线他对佛教的这种认识和说法 里面有着内在的联系 这是连在一起的 因为中间如果柯云露对大气公司 对这些特异功能有着他 完全简而易很简单的说 这都是傻瓜 这都是迷信的话 可能也没有这个新兴的出来 当然我不能说新兴写在前还是大气公司写在前 应该是新兴写在前大气公司写在后面 那里面反映出来的是一个同样是一个生命的认识 但在现实的环境中我们看到这种冲突了 就是中共体制整个营造的中国社会的环境 使得让他们上至在我眼睛里上至中最高领导人 下至这些有名的学者作家 他只能迎合这个氛围出于自己的安全的角度 对很多人而言 那有些人其实在大多数人并没有去愿意用这个东西去直接碰中共 但在环境中有人去利用中共的邪恶 去达到自己目的时去打击这些拥有信仰的人 追求信仰的不能说他拥有信仰 去打击这些在生命中有着醒悟的人 有着一种希望知道会怎么样的人 所以这里面在我眼睛里是前后套在一起的 是前后套在一起 所以从这个加州的大火说到大西安岭大火 然后跑到飞翔的 然后又回到这圈上来 那现实的利益的一切 利用这些东西打击别人的一切 其实在加州大火当中能够表现出来 在我看推特上的照片本来想转 后来我觉得太惨了 那太惨了 那几乎所有的照片 人有跑出来的人都是夫妇俩 看起来的生活都不错了 那但是整个当八家整个摧毁的时候 你看到人的那种无助无奈 还好就是还好就是说 在西方的社会中遇到这种大灾的时候 特别是在他们的宗教相对有着历史 自然自由的传递的环境中 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很自然的 但当然是无奈的 很自然的接受眼前的事实 那在一些外来的民族当中 外来的人群当中 遭受这种痛苦的时候 我也有也有看到 你看到那种外在的失去财产的那种 不可抑制的狂吼大叫哭 狂嚎那种身体上语言上的那种 完全是一种不控制的这种表现 就像失去了一切的那种表达呢 有点有些不同 我只能说有些不同 人中有一个词叫内心的强大 我觉得内心的强大都其实都是人化了 人的文化 就是人的利益化去表达 人本来存在于人的精神中 就是生命的另外一面的品质 那其实不是内心强大 是他内在的生命 他生活在内在的生命的那一部分 灵魂的那一部分 他完全认可 完全接受 甚至他都可以触及 就像昨天我节目中说的 我说 认识那个朋友 这儿一个小灯儿 他亮 如果他能够知道自己生命内在的东西 而这一份东西不能跟第二个人分享 不能跟他的太太 不能跟他的孩子分享 他只能用语言描绘 而描绘的本身他知道 语言不能百分之百的描绘他自己身体内部 生命里面的感触的话 他就叫内心强大了 对吧 因为他突破了人的能力 突破了人的一个能力的标志之一 就是人的语言不能表达了 语言是表达人的知识的 今天我们看到的 不能说叫唯一的工具 但是最强大的工具 我不能这么说了 只能这么说了 但是 当你每一个人的内心的生命的某一部分 超越他的时候 语言表达不出来的时候 不就是一种 不就是一种自我生命的境界 你应该意识到它是一种更高 就像我那天节目说 此处无声胜有声 如果你相信这句话的话 无声有声是语言 无声有声 你内心的感触已经超过了现在外在的语言 说明内在的生命远远强大过于 今天现实中我们物质上的身体上的一部分 完全强大 在加州同样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金牌导演 对不起 金牌制片人 现在在纽约州 纽约市的警察 FBI的警察 伦敦的警察都已经对他展开调查 因为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 他就开始这样的浪漫的行为 如果叫浪漫的话 那在英国有演员告他 女演员告他 那如果这个年代的话 大家想想 现在这些女士们都已经五六十岁 起码五六十岁了 他们的视图是这么经历过来的 我在那期节目中评价过这种事情 那有些朋友觉得评价是这么回事 这些女士们 在今天的包括中国的北影 我不知道八一电影这边 凡是想在影艺界 凡是想在这种视频的角度出头露面的人 当你用自己的尊严和身体 作为一种换取的代价的时候 你就是人的堕落 你的成功就是走向堕落的过程 你的成功就是缺德的过程 有一个算一个 没有第二 跟大家讲过 你不用说人中的对错 人中的对包含着诸多的生命中的恶 人中的错包含着生命中诸多的善 就这么回事 因为对错 当人们停留在一种利益的衡量的时候 其实在相当程度上 在生命的角度就是恶的 对错 停留在人的这个利益的角度衡量的时候 就是错的 因为不缺德你能挣钱吗 对吧 很多女孩子满足男人的这一部分 那些男人在这个行业中有势力 满足了她为的是玩死她 满足了她是为了让她的 让这个男人的身体当做台阶 同样女人在用自己的身体当做台阶 什么叫成功 出头露面 让别人知道自己 抬高自己的身价 那你卖的 男的也是卖的 女的也是卖的 就是肉铺 是吧 但是我们刚才讲述的那些的概念 其实它偷显出来的 你在卖肉的过程中 以肉作为本钱的过程中 就在最大限度的 以最快的速度 耗尽自己的德行 耗尽自己灵魂的德行 是吧 所以当人们在谈爱情的时候 大家就是个乐了 什么年代的 谈爱 什么叫爱情啊 什么叫爱情啊 对不对 爱情有时间的 我今天在这个时间点上 我看上你了 你对我有用 我对你有用 咱俩来一把 就行了 是不是 我早跟大家介绍过 四十多年前 在大学读书的时候 团支部书记说了 给讲述爱情 那上大三哪 大二 因为那时候傻小子 那跟女孩都不能说话 不敢说话 但是他人长成熟了 就都 人成熟了就是成熟了 对吧 女生就笑话 这我们班的男生 就是太傻了 对不对 那女生等着你去追求呢 你那傻乎乎 都手脚冰凉 烂出汗的 那时候就到那份了 后来等到大三大四 就开始有人搞对象了 那老师就怕出事 那时候管 这事都管 怕出事 就是说 什么叫爱情 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男女之间的关系 可以 团支部书记 给我们讲 他也找不着对象 那时候 那我也不知道他现在 在哪了 因为他 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 年龄差距很大 最大的四十多岁 最小的十五岁 在一个班里 那真是这个老师讲的 那作为我来讲 那第一次有人在 全是什么叫爱情的时候 永远忘不了 所以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男女关系 那你说共产党的教育不就邪恶吗 没钱的就不能有爱情了 对不对 那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男女关系 那人家加州这个金牌大制片人 那就对了 对谁都是爱情 因为那个时间 我没给别人就给了你了 我那个时间就给了你了 然后就你占有了我了 难道不是爱情吗 非常的邪恶 当人们站在利益 这就我说了 当人们站在利益的角度 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 今天在这件事情炒出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在生命角度 人的恶都在其中了 但人的现实 人的法律和今天人的道德准则 当然还可以谴责他 这是事实 但是这故事的背后的内涵 却包含着整体人的堕落 远离神的时候 远离神的时候就远离了自己的灵魂 远离灵魂的时候 就自然就在自己这块欲望的身体上 去最大限度的展现他的诱惑力 和满足他的你心中以为的快乐 每一个人都在其中 那金牌导演有钱 有名声有钱 据说什么国内拍的几个片子 英雄啊什么都跟他有份 他不拍英雄 他能卡上游吗 所以我的角度来讲就是说 如果你从生命的角度来讲 就是一句话 对吧 没人动得了你 没人够得着你 因为你就知道他干嘛来的 你就知道他干嘛来的 对吧 所以你知道他干嘛来的是 因为他在利益中 你不在利益中 有朋友还说呢 谁没在利益中 石头你没在利益中吗 那我就问你是 是人之初性本善呢 是人之初性本恶 说人之初性本恶的人 是你的利益没有占有 你妒忌心十足 你充满了愤恨 你一个欲望没地方表达 我跟你讲 就这么回事 说人之初性本善的人 在今天的环境中 他很难认识很清楚 但是他觉得人不应该害人 他很难认识很清楚 是因为中共的党文化 把我们做生命的态度 已经摧毁了 但是呢 他的摧毁的态度灌输的思想 并不能代表我们灵魂死去 所以灵魂的内心的强大 内心的强大 依然在影响了这一面 让悟性好的人 会有个思考 说人起码不能害人吧 我做的节目里面 宗旨最大的宗旨就 你不能害人吧 你挣你的钱 但你不能害人吧 就这个 所以当你 人之初性本善的时候 当人们还在追寻这个概念的时候 是这个人的灵魂没死 悟性尚存 灵魂没死 悟性尚存 灵魂没死 悟性尚存 你卖带百卖 百卖全开 人就打通没有病了 一般是这么个说法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说 脉络针灸中医 在美国是不承认的 现在据说可能还OK了 但是如果你带中药进入美国的话 是犯法的 你带中药进入美国是犯法的 就像带月饼一样 你带月饼不能进美国境的 那他有他自己道理的 而这个枕脉 好脉枕脉 这是中医 我们知道这是中医传统的一种做法 那脉络谁能看着呢 对吧 金还能说 说有金 脉络谁能看着 但中国人 传统的中医传统这些 那一看就行了 对吧 一枕脉说原来男女瘦瘦不轻 搭根线 在女人的腕子上 穿根线 在墓葬的外头 这线拉到外头来 在墓葬的外头 这个中医呢 医师呢 就碰这个线 他就能知道那个人病在哪 那为什么透过脉络 能知道这个人病在哪 我刚才说了脉络是看不着的 对不对 那反过来呢 人长瘤子 哪儿长鱼刺 哪儿长鱼刺 哪儿长骨刺的话 这儿腾那儿养的话 什么长羹组的话 它一定是在人的身体这一面 有所表现 对吧 而它表现的东西呢 是一种物质形态 谁得癌症了就 对吧 那是物质形态 这儿长选了 那儿长鸽子 那儿长个鸡子 不是跟火山那儿出来的 那这是这边的表现 但它的表象的根本内在的缘由 却来自于与脉络同在的无形的身体部分 如果不是那样的话 人们怎么会说 中医怎么会说 你气血不通 你的肝哪儿哪儿哪儿不通了 哪儿哪儿哪儿不通了 什么叫不通啊 那儿没堵着呀 等堵着的时候 这事儿就大了 对不对 那没堵着呀 它怎么就不通了 其实在我能理解当中 那中医 乃至乃至 就中国的传统的做法 它的 它触及的层面 与人的灵魂同样的 同在的 同样的那样的层面中 也就是说 它可以触及到人的肉眼看不到的 我们身体的另外一面 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灵魂 我们看不到自己的脉络 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空气的呼吸 最早的节目中我说 人得吃三样东西得活着 吃饭喝水呼吸 不吃饭 很多人不吃饭 他活得挺好的 不喝水这事儿就有点大 对不对 如果你不吃饭 可能活几个月 你要不喝水 可能十来天你就死了 有绝食的 有甚至绝水的 没听说绝气的吧 绝气 那叫自杀 喀啪 蛤屁着凉了 那根神喷儿挂了 对不对 那反过来说 无色无味 触及不到 我们有形东西根本触及不到 但我们触及不到这一切 对我们的生命是最主要的 因为它直接最快地要了我们的命 而这空气的一切 灵魂的一切 脉络的一切 都是我们生命中的部分 这就是灵魂的高贵类 今天不 对吧 今天不 温饱思淫欲 吃饱了就干 男的女的一样 长成长没成他都干 吃 对不对 吃哪儿补哪儿 补的都那样 你补的过来嘛 有病 这冬天了 对吧 过了秋天了 你看有些老爷们补 这儿长包那儿长创 还补了 你太虚了 你就补不了了 为什么 你妙小 就原来那话 你妙小 你弄不了大和尚 那人厉害 你这妙太小 咔嚓就完了 你同样 你这不是妙小的问题 是你这块破咒 本身已经承受不了 好东西都受不了 都能压死你 所以什么中医的 还有温补 这补那补 夸夸 夸夸流鼻血 没准 现在就有人流鼻血了 你这个基础完蛋了 你补的目的是为了放纵 对不对 原来最小的时候民间有句话 我当时听着觉得挺逗的 说那男的乱来一次 你嘴上吃成一头牛 你都顶不上你乱来一次 你看今天那个乱七八糟的人 还哪比呢 这个哪哪乱调血那乱七八糟 都是说的 听喇喇咕叫就不中庄家了 胡说呢都是 骗人害人 害你的儿子 害你的女儿 你的儿子会长大 你的女儿也会长大 你干这种缺德的事 所以有时候想想 这个那在网上有时候看 就觉得 因为你一眼就能看出他干嘛 你一眼就知道他干嘛 所以这是我想说 如果脉络所有这些一切 都能够跟人的灵魂等同的话 反映出生命的重要性的话 人从来没有说了算 人从来没有说了算 今天对任何人 对习近平 王岐山 江泽民 曾庆红 对网上爆料的任何人 都是 只要你生活在利益上 你死的会很难看 在这种大的变革的环境中 在大的变革的环境中 那今天回过头来 咱说七中全会结束了 公告在准时间出来的时候 那路透社跟美国之音报的相当快 路透社和美国之音报的非常快 路透社的就比较中规中矩了 我们跟大家就分享七中全会 我能够看到 他相应的内容 对比刚才邓玉文先生的那个总结 那个很很 我觉得很概括的 路透社讲说 可以确定 一定会修改党章 而修改党章 习近平理论肯定会进 会进入中共党章里 修改党章 文章他就这么解释 中共决定同意修改党章 那很显然 习近平思想进入党章 而习近平自己全力 获胜 在七中全会的表示上 他基本上完成了他的全力获胜 因为七中全会 会为十九大基本上铺垫 就像刚才我们说 邓玉文先生讲的很清楚 基本上这就十九大的工作报告的缩版 中共的精英 中共中央委员会 星期六通过了修改党章的提案 提交十九大进行批准 中共媒体发表了长篇的公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 而这长篇的公告里面 大篇幅的在讲的习近平 五年来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五年来特别是 特别是在反腐败斗争中 取得的巨大的成功 取得的巨大的成功 但是呢 在他的报道中 并没说习近平的思想 习近平的什么思想 进入党上 这个没说 这个没说 所以这里面 他大篇幅在讲习近平反腐 领导下的反腐 跟王岐山在切实的 落实反腐过程中的攻击 去应对了邓宇文先生的讲法 那这个说法 其实就等于 在这之前 我们看到 如此的喧嚣 混乱 喧嚣混乱 没人撼动他们的做法 我在节目中已经讲得很清楚 讲得很清楚 基本 那他这个讲法 跟我在之前 这么多的节目中的 我个人的观点 基本就吻合了 他说在这个 习近平的权力的这种 关键的掌控中 他是英文的 我们一定以人家英文为准的 我只是看着英文跟大家讲 他说在习近平的权力的 一种表达当中 就是看他的名字 是不是在他的 所谓的习近平 他的名字 是不是可以进入中共党上 因为他的名字 进入中共党上 他就跟毛泽东 邓小平等家齐驱了 那我想说的 我想说的说法呢 就是说 他可能改变一种 就像网上有一种说法 他可能不直接叫习近平思想 他会有一大串 他的说法 在国内的概念当中 他正式的 舆论当中也是一大串的说法 那这个一大串的说法就是 他有点像 还是有点像深化改革 就是他五年前上来的时候 到邓小平目前 现欢的时候先说深化改革 深化改革就是邓小平改革做的不对 不到位对不对 才深化 所以这里他提到也是这问题 然后提到胡锦涛跟江泽民 这没什么可讲的了 提到了胡锦涛的三个 江泽民的三个表的 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 所以他的重点都在习近平 路透社的重点 就在习近平思想 进入党章 但他里面提到说 习近平的思想中 主要是四个全面 叫全面建设小康 全面推进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 他说叫重中之重的四重 他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复兴 那 没说五个 那叫五个什么来的 五个建设 五个建设里面有 什么社会建设 文明建设 政治建设 五个建设嘛 四个全面五个建设 他没提到四个五个建设 只提到四个全面 那我想跟大家提醒大家 在四个全面里面 涉及到党的成分 叫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 与这个全面进行 这个依法治国 它是对等的 提高了 提高了法律的本身 压掉了党纪 在党纪国法中提高了国法本身 压掉了党纪 国法在先 党纪在后 而且 不是像原来邓小平说的叫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 这是 这是什么 中国的社会的灵魂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灵魂 绝对不能碰的 这是绝对 这里不是 全面从严治党 是打的 杀的 干的 摧毁的 五年反腐的 所以这里他提到还是这个说法 四天通过了这个中纪委的调查报告 那其实包括查处了一些高级官员 这里提到了孙政才 五年来习近平展开了全面的反腐败运动 一百多万人被受处罚 一百三十四万人 几十名高官被判入役 那而且明确讲 习近平王岐山督导的反腐运动 永远不会结束 我跟大家介绍过 说反腐运动 江泽民曾庆红不下来 他永远不会结束 永远不会 他们的 完了 他就结束了 我原来也解释过 我说王岐山退休了 共产党完蛋了 有很多人 据说国内很多人很注重我说这句话 王岐山退休了 共产党就完蛋了 我今天我还说的是这句话 退休的概念 你今天的概念一定要放开 全力的失去 有权力的主动放弃 而不是权力的 不是中纪委没了 共产党没了中纪委没了 共产党有 中纪委一定有 中纪委一定扮演的东厂 一定用非法的手段 中纪委 中纪委就是非法的 那回过头来 邓玉文先生 我们可以看到 颂扬了习近平 肯定了王岐山 开除了孙政才 强调了政治规矩 政治中心 那当这些放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就是 在过去的几篇 多少期节目中说 他在强调着五年来 对江泽民曾庆红领导下的 二十多年的中共党的体系的斗争 是绝对正确的 从严治党就是五年来真正的故事 从严治党的目的是什么 复兴中华 他叫复兴中华 而中共跟中华本身是对立的 是杀虐的 你不能用两百年前的一个老外 大胡子的东西去弘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文化 你杂种 你不就是杂种吗 嘿 开玩笑 不开玩笑吧 用两百年前的马斯列宁主义 去要重扬今天的 重新恢复中华民族的复兴 你就是杂种 所以邪恶就在这里 有朋友说 说涛哥有时候你可凶了看一样 我个人有时候你会看到这点 但我个人能理解 从我自己能够表达出来是说 如果一切是生命的话 以这样的方式 以共产党的马列的思想主义 去弘扬五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话 我说你是杂种的话 这是因为你内在的灵魂生命的邪恶 你内在的灵魂的生命的邪恶 在我眼睛里是这样 那我刚才跟大家分享就是路透社的 那美国之音呢做了率先的报道 那美国之音的这篇报道是 它是九点钟拿出来的 晚上四 北京时间九点钟 他说的很直接 其中全会落幕 习近平的地位被确立 那我觉得从他的内容来讲 你可以看到 网上的评论 在过去两个月 一个月吧 一个月吧 可以这么说 18号 9月初开始的一切的讨论和说法 都变得非常的无力和没用 都变得很无力没用 因为他的方针 他的做法从来没改变过 习近平并没有改变过 他只不过在拿捏力度 拿捏手法 拿捏手段 在这方面他有所不同 但是到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 这是他非常确定的 非常直接的说法 其中全会落幕星期六 发表公告强调落实习近平 治国理政新思想 这是他的很可能是他的 进入党章里面的东西 叫治国理政新思想 那习近平进一步巩固 他的权力问题上没有悬念 但政治局常委和中纪委的布局 应该在其中全会上已经敲定了 就是结果应该出来了 但是还没有东西 新华社的报道说 习近平在其中全会上做了报告 审议通过了18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 中纪委的报告 修改党章 一共三份文件 提交中共十九大 会后公报两次提到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那确立其核心 这是六中全会到七中全会的过渡 一年 要跟习近平保持高度一致 提到了舆论广泛关注的习近平思想时 他说中共政治局一年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这个说法是当初栗战书拿出来的 这个说法应该是 我忘了是去年 是今年 栗战书在年初的时候 有一番讲话中 是这么个说法 就刚才那几个词 所以这个词出来 他是故意回避习近平思想跟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冲突 故意回避 那在党的 因为我们跟大家讲过 如果他直接拿习近平思想的话 否定的是毛泽东思想 那现在看来 他还在 还在给自己留时间 他还在一步一步的来 那一步一步的来 不想给社会 就说他他最大的关注就是社会的动荡 根本接受不了 日前他放了七千亿放到社会中 有人说七千亿一下国内就很多人就贬值了 就把财富贬值了 他为什么放七千亿 他放下七千亿 证监会 保监会出了新的这个纪委书记 而保监会到现在保监会主席还没人呢 向敦波都已经被双开了 那还没人呢 那原因就是他吃不下政治 他吃不下金融 金融政变应该是在就在这种过程中 随时会爆发 而这当他不能把 就是我跟大家说 当他不能把江泽民曾庆红挂出来的时候 金融政变就在这个 就威胁和家族势力就在这个环境中 当然他可能现在更关心的是 他如果现在挂出来人家就动手了 人家也吵了 大家就吵翻天了 因为没有退路了 他一天不挂出来似乎都有退路 对吧 那我的看点就是 我的说法一直说 他可能是以这样的方式 按部就班的方式 以把共产党当成执政党 以执政党赋予它的权力 逐渐统一起来 然后反过来 完全掌握国家的权力 三中全会是这么做的 成立机构 四中全会也是这么做的 他闷着 五中全会对军队下手 他用了 到了五中全会的时候 开始对军队下手 用了两年的时间 把军队拿下来 军权拿下来 他是打散了 而在这个过程中 到六中全会 废掉了中纪委 他现在在讨论中纪委 都是中共党的体系中 但是呢 在他的反腐的真正的机构中 成立国家安全 国家监察委员会 他是向国家转移 到现在他也是这么走的 到现在他也是这么走 所以是利用共产党的 执政党的身份 去营造他国家体系中的全新的结构 包括 包括叫什么 小组领导 小组做法 包括成立新的机构 都是这样 都是这么个做法 所以在这个做法中 我过去曾经讲过 我说看起来 习近平要把江泽民跟曾庆红 用国法 孙政才给十九大祭祈 那江泽民曾庆红 他会用依法治国 在他四个全面中的 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 这两条会落在江泽民脑袋上 突出了依法治国 因为江泽民牵扯到活摘器官 跟出卖领土 这个作为国家首脑来讲 这是一个 这世界上从未有过的邪恶了 对吧 那他可以在他的习近平思想中的 四个全面中的两个全面 用在江泽民身上 所以看现在看来 他不在党的系统中去治江泽民的罪 而是在国家的宪政系统中去治江泽民的罪 因为他前面强调了 肯定了王岐山 送扬了习近平 而且再次强调政治纪律 政治规矩和政治忠诚 那是因为中共党内的 跟习近平的人 跟习近平的离心离德太多了 而这离心离德的核心 是江泽民的核心 江泽民的核心 所以他在这种对垒过程中 他可能用把江泽民来 即依法治国的这句话 用在他身上 从严治党这句话 也用在他身上 文章里后来提到有关习近平思想 科学发展观 这没什么可讲的了 人事布局宣布了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 一共11个人晋升成中央委员 也就被砍掉了11个中央委员 被砍掉11个中央委员 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是我们看到的整个 这叫什么 七中全会的故事 这七中全会的故事应该讲 七中全会的故事就是 前面的所有的讨论都变得没有意义 只能没有意义 而且七中全会出现的结果 我个人也可以看 也还是那句话 习近平王岐山把他周围的事情 人全都封杀了 网上没有人能拿到所谓的爆料 没有 所谓的爆料大 绝大部分是骗人的 而且在海外的某些爆料的媒体中 基本上全面被砍掉它的消息来源 这包括路透社 包括美联社 这叫大的 包括两家中文媒体都在其中 原来靠爆料生存的基本全都没了 全都没了 那我们就看中间的故事了 我只能说看中间故事 所以这期节目跟大家强调的 习近平用执政党用他的权力或用他的椅子 逼迫和手中的枪 党指挥枪 枪指挥党吗 这个时候是枪指挥党 用他手中的枪 逼迫委员会的人授予他合法的 在中共权力体系中合法的权力 肯定他的权力 肯定他的做法 反过来 他在 在这个合法的权益之下 押住所有反对他的人 除非你政变 除非你杀他 你不会透过任何正常的 所谓中共党的权力体系讨论中 能够讨价还价 获得利益 没有 反过来 他树立国家威望 用习近平思想中的 依法治国和从严治长 治江泽民的罪 树立国家的权威和权力 这应该是他十九大之后的 十九大之后的最重大的事件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